查理芒格是古神巴菲特的合作伙伴 芒格的精神导师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今天我看到芒格在他的穷查理宝典中 引用了弗兰克林的一句话 说服别人要输出利益而非输出理性 原本是 Would you persuade? Speak of interest, not of reason 我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羡慕那些 能演讲会辩论的人 也觉得他们把别人对到丫口无言很了不起 今天我依然承认这些都是本事 但我不再认为这是一个人应当努力掌握的核心技能了 反而我越来越觉得 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沟通者 能够何而不同更为重要 首先,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说服别人 只需要认真倾听和了解对方的意见和观点就可以了 大家求同存异 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 无需强迫大家意见一致 其次 在真的需要改变对方意见的时候 千万别试图跟对方讲道理 在理性方面 是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意见的 因为这种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公开认错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聪明 这关乎一个人的自尊 在这种情况下 就得像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 诉诸利益 只要对方认识到这种改变 能够最大化他的利益 你根本无需做过多的解释 每个人在利益面前都是足够聪明的 而且这种立场和意见的转变 对方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很多时候反而是欣然接受的 英文里有这么一句话 What's in it for me? 意思是 这对我有啥好处 你看 其实道理真的很简单 当我们试图劝说别人时 只要抓住这个核心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结了 知道了这个秘密 下次请你别跟我讲道理 直接掏钱就对了